Aslamu alaykum,大家好,我是BB350Z 迪拜买房,就选金钥匙 今天我们来到的地方就是迪拜最大最完善的一个社区 迪拜山庄 现在在我背后就是迪拜山庄一期项目的别墅区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片别墅只是迪拜山庄社区里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因为迪拜山庄是目前迪拜规模最大 社区配套最丰富完善的超大型社区 甚至号称是城市中的城市 我们先来看一下地图 红色部分是迪拜山庄的一期 绿色部分是迪拜山庄二期 很明显它处在迪拜地理的正中心位置 所以无论去到哪里路程都不是特别的远 而且我们看这两个社区的面积 即使在整个城市里也都显得很大了 迪拜最大的开发商伊马尔在这里规划了四座学校 两座医院 两个18栋高尔夫球球场 还有一个巨大的公园 林高速公路方向是写字楼区 另有一个规模在迪拜排名前三的超大型商场 它的楼盘类型包括了别墅区还有公寓区 可能看着沙盘大家还是没有直观的概念 那我们就去现场吧 现在我所处的位置就是在迪拜山庄一期的中央公园 这里就是迪拜市区最大的一个绿地公园之一 迪拜有句话叫做附不附看门前树 因为这里毕竟是一个热带沙漠城市 说实话但凡有点绿色 那都是靠人工低贯用钱砸出来的 除了一部分超高端的别墅群以外 在迪拜绿化最好的社区 那就是迪拜山庄了 其实这里不只是单纯的社区绿化 而是Dubai Hills Park 严格意义上来讲 它是一个大型的市政公园 在公园里面除了花花草草 还有儿童活动区 篮球场 羽毛球场 户外健身区 轮滑场地等等 对于有毛孩子的家庭来说 这里还有一个专门的狗狗公园 社区里还有一个人工海滩 带灶浪机 人能躺在沙滩上晒太阳的那种 此外还有一个配套的小型水上公园 前面那个地方就是迪拜山庄购物中心 我们过马路看一看 迪拜山庄购物中心 它的规模基本上能排在全迪拜的三四名 这个商场没有太多的奢侈品 都是以销售中产阶级常用的品牌为主 当然还有大型超市和汇聚了世界各地风味的美食广场 伦敦国王学院医院的迪拜分院也坐落在这个迪拜山庄社区之内 所以说这里的配套真的是整个迪拜最全面 也最适合家庭的了 当然也正是因为迪拜山庄是如此的优秀 所以这里的房价呢 也属于迪拜的第一梯队 而且迪拜山庄的楼盘啊 早已售庆 目前要购买这里的住宅 基本上只能在二级市场上选择 不过迪拜山庄的二期啊 现在仍在建设之中 陆陆续续会有新的楼盘发售 无论您想购买迪拜山庄一期的现房 还是迪拜山庄的新开发楼盘 都欢迎您和我联系 感谢大家的观看 下一个视频呢 我就带大家看看迪拜山庄二期究竟是怎样的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